我是好奇緒 泡泡 范少許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一起 研究這些傳統的糖果 在嘴巴裡面會發出什麼樣的聲音 這樣會不會爆音啊 哇 好吃喔 肥肋口腔湯 我曾經做過最瘋狂的事情是 我小時候啊 有一次我的肚子真的太不舒服了 我就在我媽媽的垃圾桶裡面 上廁所了 那是我覺得我現在做過最瘋狂的事情 嗨 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Candy 吳善如 歡迎來到好奇心俱樂部 今天我們要挑戰用ASMR的方式 跟大家介紹我的收藏 是我的鍋子們 那我們今天就來煎蛋吧 Let it go 煎蛋要好吃的話 油不能太少 我的雞蛋煎好了耶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L好奇心俱樂部 我是徐光恆 今天我要用ASMR的方式 用手來跟大家探索一些聲音 最基本的美酒開始好了 好來囉 嘩 嘩 嘩 你們也聽聽看平常開罐子的聲音好了 嘩 感覺蠻好吃的耶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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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幾個奶油吧 這個是我嘴巴的聲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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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按這麼多東西 要好好呵護一下自己的手 所以要好好的擦一下護手霜 要讓你的手不那麼乾燥 我們要進行一個錯肉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 手不乾淨 你的心情才會乾淨 才會開心 我是張俊寧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 人的上輩子到底是什麼 就是綿綿 我要跟她進行一場 喵心語的對話 她應該很喜歡被輸貓吧 想要知道 我做過最瘋狂的事情是什麼嗎 她看了我一眼 她好像有點想知道 就是走一萬四千inch的高空 然後跳傘下來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每個人一輩子都可以試過一次的 跳下去的瞬間 你會覺得自己像自由落體一樣 完全的自由 FREE 好我只好再度試出下手間 我曾經啊 對於喝紅酒這件事情非常好奇 結果被罵得很慘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買太多紅酒回家研究 被我媽媽了 她覺得我親家當產 就為了賣紅酒 所以有的時候她有好奇心 也不是這樣 我們正式面面 只對於肉泥有好奇心 我是Bella 跟Pel 查理根斯 今天我要挑戰用 A-N-S-M-R的方式 來接一些平常你非常熟悉或不熟悉的蔬果 蘋果 我們用小的 我來挑戰一刀不斷 斷了 我做過最瘋狂的事 跟某一人 我沒有很喜歡的男生 一起去 跳高空彈跳 應該很療癒吧 這可是 我知道 借來 這個很像什麼聲音 你知道嗎 啊 我小時候 曾經因為 對於一件痴情很好奇 就是要拧毛巾 我好奇說 我到底可不可以把它拧得很乾很乾 所以我就把它掛在那個 掛毛巾的橫杠上面 然後槍出來 還不夠還這樣做 結果啊 用力過 把我們家那個橫杠 扭斷了 然後我就被我爸 罵得半死